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我是亚琴 奔驰全新一代机正式发布施瓦辛格前来节目 新年仪式车企就纷纷展现出他们最为科技最为前卫的一面 作为车企中的一哥奔驰也不忘景分潮流 在北美车展前夕就正式发布了全新一代机 并且由施瓦辛格前来节目 虽然全新一代机保持了传统的方正外观 却拥有着更为疯狂和舒适的空间设计 车长和车宽分别增加了53mm和121mm 鞋带而来的便是前排和后排腿部空间的增加 前排增加了38mm而后排是增加了150mm 舒适感也就随之而来 十足的动力赢得了无限的贺彩 G500搭载的是4.0升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高达310千瓦 最大扭矩为610牛米 扭矩可以从2000转到4750转 还搭配了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因此G500完全可以带你翻山越岭 而油耗却低到100公里11.1升 高达格的配置更显科技法 前中后三把差速锁仍是标配 轻松的Gmod模式开启之后 三把锁的工作状态将由车辆自动调整 配备上由梅赛德斯奔驰和梅赛德斯AMG 共同研发的悬架系统 安全性能也是大大的增加 车辆角度也有大大的改观 接近角增加1度为31度 离去角为30度 纵向通过角增加1度为26度 侧向稳定将增加7度为35度 涉水深度也高达70明里 这款霸气的豪华车辆在发布时 还邀请了著名硬汉隐星施瓦辛格前来站台 并且预计在2018年6月上市 在德国的起步价为107040欧元 约合791154元人民币 想必奔驰全新待机一旦上市之后 又会带给车辆市场巨大的成绩感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当然了也欢迎您留言转发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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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